好 你們男方歡迎 接下來為大家介紹場上對陣雙方 藍方選手 年齡24歲 身高171公分 體重66公斤 職業戰績四勝二步 來自韓國 曾多次征戰韓國頂級MMA賽事 TOM FC 用著極具殺傷力的重拳 四次KO對手 終界比賽 獲得勝利的保力鼠 金東貴 紅方選手 年齡27歲 身高174公分 體重66公斤 職業戰績九勝一負 他就是來自內蒙古的甩腳冠軍 擁有超強爆發力完美 承襲了恩師搖紅剛的地面殺技 帥氣的訓獸師 烏利吉夫人 訓獸師烏利吉夫人 鄭宇哲 好 來自中華台北的裁判鄭宇哲 而且兩位選手都是來自各自所在 國家算是最強的戰隊員 金東貴是來自韓國的那個 KTT current top team 韓國頂級隊 就培養過像什麼韓國殭屍 天機槍 這樣這樣的角色 而那個烏利吉夫人 是來自搖紅剛所在的格鬥兄弟 因為搖紅剛本身也是那個 澳門武林傳奇的儲量級冠軍 所以高手對高手也是好管對好管 這樣的比賽 親愛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晚上好 這裡是英雄仿石吧 風雲震的比賽現場 我是王婷 我是何鵬 我是鄭翰 而且兩個選手的外號也非常有意思 京東奎的外號叫暴力鼠 而那個烏利的外號叫那個訓獸師 這挺強的 本來鬥獸棋裡面鼠就是可以吃相的那種 算是比較大的一個 對吧 是的 對 我就那個訓獸師了 就通殺你這個鬥獸棋裡面所有的 看這兩個人 這兩個人的拳法是明顯不一樣的 都不著急出拳 你看到現在為止已經過了30秒了 兩個人到現在為止 這個沒有執行的出來就拳出來 而且步伐一動很快 所以這種比賽是最容易出暴力冷KO的 冷KO 冷KO的爆一拳突然就把人黑摳了 然後踹膝蓋 我們看看能不能像 出現像我說的這樣的冷KO這一場比賽 是 這已經過去快一分鐘了 我們還沒有出現身體上的接觸 對 對 對 幾乎都是沒有碰到對方 但是一碰到對方可能就倒地了 因為從這場比賽開始 已經是我們那個今晚的主賽了 我們10場比賽 前五場是那個電賽 後五場是那個主賽 是的 是的 也就是副賽打完之後現在主賽 明顯看得出來那個優勢是打的主賽 雙方都是比較謹慎的 是的 而且你看這個金松葵的全腿組合 也是很優秀的 邊腿非常快的速度 邊腿很快 邊腿掃踢 或者叫掃踢吧 非常快的速度 好 換了反架了 金松葵 換了反架 金松葵對戰力是非常有自信的 而且我看過他在韓國打的一些比賽 重圈重腿 而且那個走西組合也非常不錯 而且他在獲勝之後 還會那個跳出鐵籠 跟自己有親擁抱 哦 後手擋住 再擋住高掃 所以說雖然是嘴炮 實際上也是很是聽媽媽的話的 這種性格 金松葵每次中拳了以後 這個表情就是給人一個非常自信的感覺 對 就是 這種選手 對 我最厲害 這種選手是非常容易招人喜歡的 不但是觀眾 還是主管方 那烏利吉布人呢 這個後手一個大崩擺啊 其實力道還是挺重 但是被戈打開了 烏利吉布人的身高優勢 到目前為止呢 發揮得還不是非常的好 或者我們可以說烏人只是想摔摔而已 兩人偷 到現在很緊張 哦 低嫂 因為現在有效 烏利沒有太有效地擊中對方 而那個金松葵是不停地撤膝蓋 踹膝蓋和低嫂命中了烏利 烏利剛才有幾下後手的大擺 在家高掃都是被對方躲開或者擋住 相對來說烏利的節奏沒有放開 因為他打了幾下重了 都被對方擋住了 大家可不要小看這個踹膝蓋了 這個踹膝蓋是非常影響 對方正直狀態的一種方式 很簡單 大家一學就能會 不但是專選手 而且普通人學這招也是很快的 但是呢 學到了以後 對方對對方膝蓋是有傷害 對方會很害怕 轉移注意力 注意力沒有了 前手中了 這下漂亮 對方沒有什麼影響 前手前手 追擊過去了 看著說金東奎是不服氣的 被對方前手點中了一下 是 剛才自己還好幾下的前手刺拳 對 我必有十倍奉還 對 平溝躲過 金東奎的這個反架 又變成正架了 金東奎現在目前為止不動在反架 所以聲音有點虛晃 金東奎還一下低嫂 無力躲開 漂亮 再低嫂 以低嫂來說金東奎的命中力 要低嫂命中力要高一點 是 而且他漂亮 這個根牛利索脆 啪啪的聲音 啪啪作響 後手後手 高嫂躲開了 無力極不忍到目前為止 沒有任何想用摔跤的意思 一直在兩個人的平戰力 對 拔拔拔打成了一點類似於 這個拳擊散打的比賽了 不是拔拔 就是格鬥比賽 戰力的這種格鬥比賽 是 有點意思 朱傑斯基 朱傑斯基 兩個人的速度很快 這種比賽就是說 你很緊張 隨時不知道你一拳的話 就會出現一個結果 中手 剛才嘉老師也說這樣的比賽 很容易出 很冷 而且看得出來無力打的拳法組合 都是鬆發了啪啪兩下 再接一下高掃 要爆摔 會轉防守 無力他剛才所有的拳法 就沒有為後續拳法做準備 就打兩發沒中 就再拉出去 或者打兩發再接一下高掃 他就跟其他一些戰力的 那種高手不一樣 比如說像Vito Belfort 就是打那個圓 就是啪啪前兩下不中 再繼續步伐跟上去不停 再繼續出拳 目前兩個人 跟金東葵有了雙眼下的把位 但是呢 但是目前為止 金東葵好像沒有摔的意思 烏利呢也不想金東葵走 現在裁判在說這兩個人 還要消極的這個感覺了 就要打主動一點 你不能孤在這兒 完全只是控制著對方 沒有任何想要終結比賽的想法 最後幾秒鐘 無論是你搶了那種雙眼下 高腺摔 高腺摔 無論搶了雙眼下要爆摔的動作 或者哪怕把對方摔倒壓制 或者騎乘在地面 你不做動作 裁判都是要警告你 你哪怕是拿了一個優勢為止 你不思進取還是會被警告 畢竟我們是一個 這個娛樂性質的體育項目 對吧 我們需要的都是要精彩四局 所以裁判保證這個很關鍵的事 裁判對比賽節奏非常至關重要 好 破掉能力爆摔震燈 保持距離 挺高 前手刺拳 屋裡確實是沒有要左近面的意思 沒有 一點都沒有 現在來看的 這很有意思 挺高 後手刺拳 從這場比賽上來看 兩個人都是主賽 有主賽的這種素質在裡面 前手換了一下 又換前手 又是前手 又是滴嫂 還要拍滴嫂 沒拍下去 滴嫂跟機大腿內側 可能掃外側的話就可以輕輕鬆鬆的 隨便掃 時間已經過去6分鐘了 兩人現在打的還是這種 波蘭姆京的狀態 幾乎沒有什麼高潮迭起的這個時候 已經6分鐘了 現在3分55秒 時間1分1秒的過去 現在看兩人到底是怎麼想的呢 還是在謹慎的調動狀態 轉身拳 無力要爆摔 倒地了 對方及時起身了 有沒有過橋 好 對方 身上還是太滑了 太滑了 還是正燈 而且無力並沒有練纏鬥 不著急 踢刀 這要踢得好像還不輕啊 確實是不輕 那個場上裁判 叫那個場外的衣物監督上場 余主任 余主任也是我們英雄榜的那個 衣物監督了 衣物監督了 沒錯沒錯 很有經驗呢 而且他也是中國的 現在背景不多的 對 我剛才就說過 如果你低掃對方腿的外側 是沒有踢蹈的閒 低掃對方腿內側的話 很容易由於對方的一個位移 然後你就掃到對方的當步 是的 然後一般被掃中當步的選手 最長有五分鐘的休息時間 對 是的 被吸蹈以後還是確實是很痛苦 然後我們要多給休息時間 多給他一點休息 而且現在來說的話 確實因為這個比賽 打到到目前為止 還太波瀾不驚了 一直在像一個水一樣 很平穩地在做 我總是有一個波浪 也不是很快 也不是很大的一個波浪 那現在呢 這一下子把這個節奏 又拉回到圓點去 確實是很重的一下 是 這個觀眾看上去 覺得很痛 但是呢 我們說實話 我們不要去過多地怪 對這個韓國先生 我相信他不是故意的 因為沒有人會故意說這件事情 曾老師你剛說過 這個踢蹈過後 其實最痛的應該是自己的腹 對 對 踢蹈最痛的會是自己的 那個腹腔那個地方 就不是會被踢中的那個位置 而是會在腹腔那個神經蟲那個地方 而且踢蹈最嚴重的會嘔吐 對 疼痛感 我覺得這一下是不是要給其他人掌聲啊 我覺得這一下是不是要給其他人 罰一個這個 一般來說 就是說 第一下可能是警告 如果第二下的話 有可能會黃牌 黃牌不會影響你的那個比賽結果 就是哪怕你被出一張兩張三張黃牌 你還是可以判定或者是中期贏 黃牌只是會影響你的收成 它會扣你的那個出場費的15% 就你輸了扣出場費的15% 贏了的話 出場費和那個獎金的15%被扣掉 就是你輸扣出場費 贏的話出場費和那個獎金都扣15% 所以說這個運動員的全仇啊 就像一隻抗憲的手一樣 其實在背後控制著運動員的這個 再來看一下 掃 第一掃 第一掃 非常痛苦啊 這跟其他掃當不一樣 其他掃當是在側向移動一下 然後再痛苦地蹲下去或者跪下去 這個是當場就不行了 我相信 我相信這個屋里還是能繼續打的 但是它需要更多的休息時間 它有五分鐘的休息時間 最長五分鐘的休息時間 我們看到金東奎還是一點歉意 一點歉意 那麼我們希望 這場的觀眾啊 在這場的情況啊 應該多給大家 多給對方的一些鼓勵 對 長國運動員這個時候 他壓力實在很大了 對吧 鼓勵有可能不能比賽了 有可能嗎 他剛才一直在搖頭 當然場外他的教練團隊 對 那我相信這個 這個時候暴力死了 然後壓力死了 恢復了 恢復了 滿血祭活 這個壓力最大其實是金東奎 你太壓力最大了 因為他爆發那麼長 所以那個戰團 這時候是很不滿意的 好短度的支持動後 表示他友好 表示他友好 他一下全場 直接贏過半了 所以現在金東奎如果低掃的話 就必須盡量後腿低掃 因為後腿低掃 掃的是對方腿的外側 就沒有踢當的顯示 如果他還是用前腿低掃的話 就有可能還是會 特別發下的 漂亮 掃這種腿的內側 還是有可能踢對方的當部 對 如果他第二下踢當 還是那樣重的話 他裁判就有可能兩種 第一 黃牌警告 扣他15%的收成 第二 有可能直接判負他 對 判負的可能就是 如果那個烏利不能比賽了 裁判就直接有可能判負 剛才那下我感覺有點像 快踢到敦東奎的當了 剛才金東奎在大概30秒鐘以前 有一個非常急的 而且他那個踢了當之後 除了有被判負 還有一種可能就是 有可能是判平局 判平局 對 也有一種可能 因為他這個踢當 根據你被踢當的那個時間不同 有能夠出現 一二三種不同的那個結果 哪三種結果 第一是無效 對嗎 無效 平局 和那個判負 我們先看到 刀骨腿摔了 刀骨腿摔了 兩個人到纏鬥的時候非常激烈 雙方各搶了對方一個夜下 而且看金東奎的 金東奎的右手擋著對方的膝蓋 不讓對方膝蓋 而且金東奎的那個 重心控制得很好 知道對方股腿 股腿摔了他馬上就 重心不停 漂亮 非常漂亮 利用對方 他們稀奇的一瞬間 好 當心三角角實質跪 漂亮了 漂亮了 兩人這一瞬間的這個纏鬥 非常漂亮 好 金東奎的下位打得非常的積極 自從閉上手 一隻往前蹬他的跨 而且金東奎不停右腿蹬跨 不讓對方 這個起身非常迅速 漂亮 這起得有點太近的距離 對 就吃中對方的那個 無力倒地了 無力打下位 大家來看雙方的下位的技術 誰比誰熟熟熟熟練 對的 可以這樣兔子登陰的 對 但是別蹬太多 這反而一倍當過腿 小心點啊 小心 好 到了這邊防守 剛才那個金東奎的跨頂的 不是太前 所以說有幾下 差點被對方踢中頭 我們先看兩人 在地面中的表現如何 而金東奎呢 還是在地面中不著急 壓住也沒有用頭攻擊的意思 然後一直不能標準地防守 一手摟頭 另外手摟自己的手 是在蓋子裡面標準的一個 很標準的防法 沒有什麼出彩的地方 兩個人現在目前為止 蓋子就是在下著防守了 是 金東奎慢慢地往前壓 慢慢給壓力 不著急 再慢慢地去壓 物理急步人呢也沒有招急 再慢慢地還是 兩個人還是在距離 我們可能叫距離1 距離1這個位置 有點小拳 王老廷就這個位置 你熟悉嗎 知道這個位置 是大概什麼樣的一個情況嗎 這個位置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要把他的胯往後 蹲然後投壓住 不讓他起身 不然重前會打到自己的頭 沒錯 還有一點 控制對方的一隻手 控制對方的一隻手 把他對方看往後蹬 拉住對方的一隻頭 拉住對方的一隻手 然後最後控制對方的一隻手 是在這個位置的各種方法 所以說 物理急步人做的這個 控制對方的不是故意 還會中矩 他腿也就沒有礙拳 那現在金東奎呢 目前呢他的做法呀 就是把重心往前壓 往前壓的時候呢 也許可以用一個小肘 小膝蓋 小肘隊打對方的臉一下 然後趁機過腿 但最後現在已經剩10秒鐘了 時間的精神奎不力 有機 10秒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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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兩隻手 好 第一回合結束 好 第一回合結束 觀眾給他們兩個人抱一掌聲啊 證明觀眾很喜歡這兩位選手 好 兩位選手 可以找到他嗎 好 三位選手 他在韓國打的選手 是 Top FC Top FC呢 是 由 由 哈先生 他也是 二位選手 二位選手 對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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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選手 韓國的隊員 三位選手 三位選手 對 三位選手 練有素 對對手的分析呢 非常好 都是素質 而且人也非常好 都是素質很不錯的選手 也感謝 其實從照片上來看 我感覺這個 照片上的京東奎好像要更瘦一點 好 撐對方膝撞 然後破壞對方重心 把對方摔倒 差點齊蹭 還有京東奎手對方對方跨 腳頂上來 對 剛才 躲過 手擋住 對 你看京東奎一直在挺跨 又手過開 你看京東奎防對方在下方的這種 Upper Kick 就是這種兔子登陰 還是防得挺不錯的 一直在把跨往前挺完 不是這個跨往後收 因為京東奎挺跨的話 說壞的話就不能踹到臉 被踹到肚子 但是挺壞的話就反而沒事了 又是我們的美女低低時間 好 讓我來吧 好 讓我來吧 好 讓我來吧 來吧 好 讓我來吧 在上一場乌立和金東奎 兩人的比喬西亞次數 都是四次是一樣的 但是金東奎的比喬擊打的 擊打次數比較多是41次 目的擊分是24次 好 我們看第二回合開始 好了 雙方最後一個回合決勝局了 前手沒中 就兩人這場比賽 就篤定了要打的打戰力 一掃 金東奎 挑逗 往前 假裝爆摔 但也許是想打對方一拳 虛晃 他打髒動作 今生還打髒動作 金東奎 是這樣的一個選手 而且看得出來 金東奎的步伐是更靈活一點 因為他一直繞著烏立在轉圈 而且不太犯架 像這樣的選手一般是比較可怕的 你正面反架都能打 所以說就比較讓人覺得不好適應 對 烏立已經是中規中矩的打法 也不想摔 就是用拳 點射對方 金東奎是很聰明 我就永遠不待在同一個地方 一個地方我打不中 或者騙不了你 假裝就騙不了你 然後馬上車廂移動或者轉圈 因為你要 我在這個地方轉久了 你那個距離側準 那肯定是我很難防你的攻擊的 我就不停地轉 你再要轉過來 再根據我轉的那個位置 去調整攻擊的距離 你是沒有那麼容易擊中的 對 兩個人呢 而且我覺得都是打防上反擊 都是等對方出拳 早上一瞬間 砰 把對方的 把一把刀子插到對方的心臟裡面去 所以說呢 就現在還看 都在找那個破擊點 嗯 就找這個撤擊點 那現在比賽時間還剩下3分50 3分35秒 這個跟第一回合的風格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對 還是這種 好 低嫂 低嫂 兩人到纏鬥的時候反而是 對 兩人到纏鬥的時候反而都是很激動 因為我覺得都是不想進入纏鬥 走開 前手 低嫂 低嫂 這場如果這麼下去的話 裁判就很難判了 對 對 他們到底是判誰贏呢 那這個就會有點有點這個難 那看來兩個選手啊 就是格鬥比賽有句名言 不要把結果交給裁判 因為你交給裁判的話 你不知道是誰贏誰輸 所以說還是要給自己最好 因為他們兩個人最厚 所以說有一些選手 非常會輸的選手啊 嘴非常厲害的選手 一般都會說 我來就是為了終結比賽了 對 因為你把裁判的話 是一件很不爽的事情 你無論怎麼樣 吹成雙方 可能太消極 這已經是第二次了 這已經是第二次吹速了 實際上我見過一些比賽 裁判連吹四次最後 蹦 給我 這樣子 就兩個人不會 兩個人如果是儲水動員的 有瘦啊 他不會裁判那個組織動 我就是決心我戰術 你吹我 我也不著急 看看怎麼打 前手重了 兩個人第二後手的拳打得不太重啊 賀老師 兩手拳 後手 兩個人目前也是這樣子 目前 妹妹都沒受傷 中了二根平高 打得有點搖晃 有點小晃 小晃 金東科也很危機 沒有網路追進 小晃 漂亮 知道對方要爆摔 把那個防爆摔提前量掌握得很好 但是物力疾不仁 也是用爆摔去防拳 物力要勾腿了 對方也在勾他的腿 看誰能摔倒誰了 漂亮 反摔 漂亮 分開了 強行起身 強行起身 打倒 剛才物力實際上利用了一個摔法 在防止被擊打 是很聰明的 我既然不能退遠 因為後面是圍傷 那我就貼近唄 他對方的前面沒有威力 找我 我看這個回合 不然在看時間的樣子 不然眼睛在瞟一個地方 應該是看時間 應該是看時間 因為他往那個地方看的話 那個位置有個大屏幕 大屏幕走下角有倒地石 是的 是的 看時間是不是 最後一分十秒衝一輪 第三次提醒了 才把一個第三次提醒 兩個人消極了 因為他根據那個時間 就好決定 自己什麼時候放超臂殺 如果還有一分多衝 我放十秒的超臂殺 後面沒停了比較多一點 對 超臂殺 如果我只有那個大概半分鐘以內 就可以 還是值得抱一下氣的 是的 下心下前全 直接一個臂殺出去 一輪DPS 好 我們看到現在 京東奎拿到了雙一下把位 又是一個勾腿 所以還是同樣的一個方法 在相互摔 所以朋友看了一眼 又看了一眼時間 就是看第三次了 因為以前在日本的那個 Heroes比賽上 余悅勳就跟那個 Yokin Hansen比賽 把Yokin Hansen壓著打 就在最後十秒的時候 看了一下時間 就被Yokin Hansen吸撞KO了 所以這個非常非常非常危險 隨便亂看時間 特別是在對方 非常近的比賽 是的 本來那場比賽 余悅勳佔盡優勢 如果挺過那最後十秒 就妥妥判定贏 結果不小心看了一下時間 就被西撞KO了 因為他在被KO之前 已經連看了幾下 後來就被Yokin Hansen抓著他看時間 好 把抱手 再拿下膝蓋 再拿下膝蓋 最後十秒鐘了 還不DPS嗎 爆氣了 還不像爆氣嗎 單腿摔 很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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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都舉手來了 雙方都舉手了勝利的雙手 到底是誰呢 對啊 這場比賽 裁判判法通過三個方面 第一看兩位選手 誰做出了接近 要終結比賽動作 就是誰做出了接近KO 和接近降伏的動作 如果誰都做出了 誰比誰做出的動作多 如果這一項沒有比出的話 再比第二項 誰對對方造成的傷害更大 就是誰把對方打的那個 那個明顯身體的位移 明顯的劍紅 如果在第二項 還是比不出那個 分不出上下 再比第三項 第三項就是 誰的那種有效攻擊動作多 誰出拳數多 誰的命中率高 誰的爆摔次數多 誰的爆摔命中率高 從這三項從第一項到 比到第二項 第一項比不出來 比第二項 第二項比不出來 再比第三項 然後這樣來決定判定的勝責 這個就是我們英雄榜的 判定勝負的方法 是的 那現在我來看 金東奎在數據上是然優勢的 好 但是很難說 因為裁判是不按照我家手中數據 來判定的結果的 可能金東奎那幾下有 次數很多的低少 能夠造出那個 造成比較多的那個有效攻擊動作 我認為這次可能是非執行判定 有可能是非執行判定 對吧 有可能是非執行判定 一切切有可能 對 我們看怎麼綜合怎麼綜合 接下來宣佈本場比賽結果 也有可能平 對 對 經過三位裁判的判定 一致性 藍方選手金東奎獲得比賽項鍊 恭喜金東奎